2017年底 广汽传奇用一款GM8 正式吹响了进军MPV市场的号角 如果说GM8的定位是宜商宜家的话 那在2018年底推出的这款GM6 就绝对是专门以家庭为中心打造的MPV了 虽然凌云一式家族前脸依然霸气侧漏 但修长的LED矩阵式头灯 灵动的腰线 悬浮式车顶 及230颗LED组成的贯穿式尾灯 这些独特的设计 都让GM6在拥有良好辨识度的同时 更加的年轻 动感 传奇GM6使用了一套全新的内饰设计 没有一丁点商用车的感觉 新车车内也没有异味 仪表和中控这两块12.3英寸屏幕 采用连体设计 支持在线音乐 电台 及软件拓展等功能 屏幕清晰度和反应速度都比较出色 车内搭载的奇云AI智慧互联系统 可以根据语力进行识别 准确率也比较高 不过也许因为还没上市 中控功能没有完全解锁 反应速度 还有提升空间 GM6的前两排座椅很宽大 填充也很厚实 舒适性不错 我们的试驾车是一台7座版本 采用2加2加3的座椅布局 第二排座椅可以前后移动 并且配有独立的空调出风口 第二排通往第三排的过道 宽190毫米 成年人也可以轻松通过 第三排座椅配备了USB接口 空调出风口和水杯架 当生活中需要装大件的物品 拓展后备箱的空间时 第三排座椅还能像变魔术一样 完全收进后备箱地板下面 形成一个纯屏的超大储物空间 传奇GM6搭载了一台1.5T发动机 最大功率126千瓦 最大扭矩265牛米 匹配爱信6档自动变速系 日常驾驶中 这台发动机带动体重超过1.6吨的GM6 并不吃力 但起步时动力响应不算快 要多踩一点牛门 这样活系的调校 也可能是希望在加速时 让车身依然能保持比较平稳的姿态 防止穿车 保证乘客的乘坐舒适性 方向盘转向力度适中 驾驶手感有点热静 缓解了一些MPV指向模糊的通病 全架调校比较柔软 路面上的大小颠簸都能有效过滤 扭力量后全架的实际表现也还不错 我们在南国的冬天里 开着GM6完成了一次惬意的试驾体验 总的来说 这款家用MPV的实力真的很强 个头大 长得帅 内在也很有料 那些想买一台MPV 但因为预算有限 而够不着奥德赛G18 不得不持续观望的朋友们 现在 只要你不纠结这车的后排 没有策划门 那GM6 是一个相当有实力的新选择